要切開月餅滿滿紅豆餡 裡頭還有蛋黃流沙 中秋節即將來臨 當然少不了吃月餅 不過這外型和顏色 怎麼越看越特殊 就跟皮蛋一模一樣 這是月餅嗎 對啊 越怪 就跟一般的月餅 還說稍微可能賣相 沒有那麼好玩 我覺得會關於像皮蛋 稠稠的 對 沒有很精緻 不少民眾看到厚的第一眼 真的以為是月餅裡頭 放了一顆皮蛋差點嚇壞 不過原來 其實這是抹茶口味 加上紅豆內餡 因為我不喜歡吃皮蛋 抹茶紅豆感覺好好一點 因為我本身不吃甜 所以它沒有很偏甜 然後我覺得它的味道還不錯 不像一般那種 比較知名的月餅 吃起來有那種紮實感 感覺少了一個 不知道什麼味道 這個皮好像比較薄 還有 然後一般蛋黃酥比較厚 外甘看起來很像皮蛋 但吃起來不像皮蛋 裡面就是很甜 實際吃吃看皮蛋月餅 口味口感如何 民眾各有見解 喜好不同 而應景的蛋黃酥 IG上有破萬追蹤的甜點網紅 也評比了80款 列出回購率排行榜 第一名寶座由台北中山的草市 拿下回購率高達99.5% 第二名則是不二糕餅 再來則是去年評比中 奪下第一名的聯想餅店 9月17號就是一年一度的中秋節 蛋黃酥大戰開打 各家業者比拼特色 吸引掏客一再 禁電消費 東森新聞生活中心綜合報導 7 8 7 9